各位老铁 各位老铁 这是产房传喜讯了呀 好事还是坏事 这条鱼产卵了 可惜的是只有这么一条母鱼啊 我连一条公鱼都没有 你们谁租给我一条公鱼用一下 这条鱼我昨天就发现的不正常了 昨天啊 它这个眼睛已经是白色了 不发红了 我以为是水质不好 或者说刚刚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 它不适应的环境呢 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今天就给我拍了这么多的卵 原来咱们其实有五条这样的鱼的 有四条呢 是被冻死了 怎么冻死了呢 春天刚刚开春的时候 加热棒关得太早了 现在这条鱼肚子都瘪下去了 给它吃点东西 补充一下营养 我现在很想知道 亚尔鱼的产后护理应该怎么样做呀 我已经想好了 下次一定要多卖几条 里面必须带公鱼呀 要不然这么多鱼卵 可惜了 再次看